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美国移民局近几年H1B申请的RFE和批准统计 大家知道H1B作为工作签证 是在美国的学生、学者、专业人士 在拿到绿卡以前在美国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工作许可 当然除此以外 还有别的比如说O1、L1、EAD 然后毕业以后有OPT等等 但是很多人尤其是职业移民 在拿到绿卡以前需要经过H1B的步骤 大家知道在美国现任总统现在的政府处理下 听说过现在H1B比以前更难批准 对于很多比如说在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士来说 H1B提交以后首先有一个抽签的过程 抽签抽中以后并不是一切就都万事大吉了 还要经过移民局的审理和批准 至今公布的数据是从2018年10月这个财经年度开始到2019年6月大半年的时间 收到了33万多份H1B的申请 包括第一次提交需要抽签的以及不需要抽签的 比如在科研机构和大学等地工作的 还有申请人已经有H1B要办理延期的 或者申请人曾经有H1B后来又离开美国或者中断了 没有工作或者转成别的签证了 然后又重新申请 以及H1B持有人换工作 即所谓transford 所以这个数字包括了各种类型的H1B申请 下面的数字统计数据也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提到有33万多份H1B申请 在同一时期批准了27万多份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在这个财经年度批准的 不一定是这个财经年度提交的 可能是上一个财经年度经过了较长时间 波折审理才批的 同理这个财经年度交的 有可能要到下个财经年度才批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复杂的情况 但是移民局一般只按照时间来分段 来讲这一财经年度有多少提交 多少批准 多少发出了RF1 多少在RF1以后批准等等 这个大体上也可以给大家提供 关于申请的趋势串带的信息 27万多份申请批准 另外有5万多份申请拒绝 移民局在这一段时间发出了将近13万份RF1 按照移民局公布的数学的比例 RF1比例是39.6% 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得到处理的申请中 有将近40%的申请收到了RF1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那么这13万份RF1回复以后又怎么样呢 在同一时段 2019财政年度至今 移民局批准了8万多份申请 换句话说呢 在RF1以后的批准率是62.7% 考虑到呢 我们前面说了这些H1B申请里边有延期的 有在大学科研机构工作的等等 这些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批准 第一次申请H1B 尤其是要抽签的类别的这个批准率 在收到了RF1补充材料 回复以后的批准率当时会低于60% 那么和此前比较一下呢 2018财政年度 移民局一共收到了将近42万份申请 批准了33万多份 拒绝了6万多份 另外还发出了15万份RF1 RF1比例是38% RF1回复以后 移民局的批准率是62.4% 和今年类似 那么此前是怎么样的呢 2017财政年度 一共收到了40万份多一点的H1B申请 批准了37万多份 拒绝了近3万份 这个拒绝的数量比2018年要少很多 RF1的比例呢也低很多 是21.4% RF1后的批准率呢是73.6% 2016财政年度是怎么样的呢 一共收到了近40万份申请 批准了35万多份 拒绝了2万多份 RF1比例是20.8% 20.8% RF1后呢批准率是78.9% 2015财政年度 一共收到了近37万份申请 批准了近29万份 拒绝了1万多份 RF1比例是22.3% 回复以后批准率是83.2% 以上呢是原始数据 那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 从2015财政年度 到2019财政年度 也就是现在移民局对于H1B申请 在收到以后 处理以后呢 发出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RF1比例呢 从20%多一点 升高到了将近40% 也就是增加了将近一倍 在收到了申请人的回复以后 批准率有什么变化呢 从83%降到了63% 像前面提到还没有考虑H1B抽签的因素 这里说的呢都是要么是不用抽签的 要么呢是抽签抽到了的处理的 所以呢 此前比如说延期或者换工作 Transfer 很多人认为呢 相对来说手续比较简单 现在呢 移民局明文规定 对于延期或者Transfer的H1B 要像第一次申请的H1B一样 比较认真严格的审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形式呢 比原来有一些变化 当然申请人 个人和雇主 都需要认真的准备H1B申请 早做准备 注意呢 提供移民局需要的材料 不管是一开始就把材料准备齐 还是在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以后 做出及时充分的回复 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 还可以考虑H1B以外的 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替代的O1签证 可以看我们相关的其他视频 另外呢 申请人还可以考虑 自主申请的EB1 NIW等等类别的绿卡 那我自己呢 在PhD毕业以后呢 没有拿过H1B签证 我的妻子拿过 就是通过NIW申请绿卡 然后呢 直接提交了485 就有了工作许可 那我们的客户中呢 也还有很多人 有的是拿J签证在美国的 有的是用F签证在美国的 当然现在有一个排期问题 申请人不一定都来得及 说不用H1B 就直接提交485 或者拿到绿卡 但是呢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还是有可能 H1B和绿卡申请呢 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进场 并不是绿卡批准的pre-requisite 不是说在绿卡批准前 一定要有H1B 所以呢 知道有的可以从中国直接申请 或者呢 在美国提交以后 转成其他签证身份 包括F2啊 H4啊 O3啊 等等 甚至离开美国 也不影响绿卡申请继续进行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呢 有一些申请人 办理了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 作为Bike Hub 不管实际上是否去 过后呢 美国移民身份申请仍然有效 当然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 也可以考虑亲属移民 可以参见我们这个视频频道的其他的讲座讲解 讲到呢 如果说在美国身份要过期 应该怎样应对 好 那我们这个讲座讲到的是 美国移民局近几年 H1B工作签证 申请的RFE和批准的统计数字 基于移民局公布的正式的数据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